6月6日凌晨2点46分,位于赫尔松地区的卡霍夫卡水电站被炸,导致大坝受损,水流失控向地灭泊河下游流去。 大水正不断地从大坝绝口处向下游地区奔涌而去。 不过,这座苏联时期建设1951年4月动工,1955年10月18日开始输电,的庞然大物也的确够坚固,所以没有造成溃坝,算是不幸之大幸。 这让下游城市和村镇的居民有足够的撤离时间。 但有5名来不及逃离的牧羊人在洪水中遇难,死去的牛群,羊群以及其他动物不计其数。 一天又一天,水量越来越多。 一些村庄变成了泽国,离水电站较近的克尔松卡村已经完全被毁。 许多民众都转移到了其他地区,但再过两天,随着洪水逼近又得转移。 乌克兰控制区虽然在地面薄荷另一端,卫势较高,但灾情也非常严重。 泽连斯基今天视察了赫尔松南部受灾地区,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进一步援助,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关于是谁在黑夜之中对大坝进行破坏,已经成为全球猜谜游戏,绝大多数都是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但都没有结论。 网上结论无非两种,乌军炸的,俄军炸的。 说俄军炸的世人甚至有这样逻辑,由于俄罗斯人炸毁卡霍夫卡水电站,克里米亚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灌溉渠,失去了淡水来源。 这脑子,恐怕要被养殖场扣钱的吧。 其实,不管是说哪一方炸的,网上最大区别是,认为是乌方炸的网友,他们是没有网络组织的。 咬定是俄方炸的账号,基本上是有组织的行为,甚至有通道。 前面几件事也曾体现了这个特点。 北溪管道被炸,俄罗斯自导自演。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俄罗斯自导自演。 克里米亚林宫遭飞人机袭击,俄罗斯自导自演。 这次也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只要脑洞够大,什么理由都能想出来。 不过,这跟认为一名死者背后中八枪是自杀有什么区别。 普京就这么喜欢自导自演,他又不是演员出身。 卡霍夫卡水电站被炸会跟北溪管道被炸事件一样,不会有凶手,或者说在几年之内都不会找到凶手。 美国对卡霍夫卡水电站是谁炸的问题采取模糊态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委发言人科比说美方没有结论,无法确认。 科比的回应是给美国留了一条后路,隐藏的意义就是不排除是乌克兰所为。 这件事单从军事层面分析并没有多少意义。 因为俄乌两军都不会从中受益,然而在政治上却对乌克兰有利。 试想,如果当天晚上的破坏行动造成了溃坝,洪水一泄千里,俄方控制区将无法助人,同样也无法助军。 俄军和当地青俄武装就算硬着头皮助手,面对滚滚而来的地孽渤河河水能守几天。 当俄军不得不离开这片沼泽地后,乌军哪怕不用进驻,泽连斯基也可以宣布收复了赫尔松地区。 而被断绝了大部分淡水供应的克里米亚半岛,也将陷入危机。 这种政治后果是泽连斯基以及其幕后老板所乐见的,明年不仅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乌克兰也要举行大选,欧盟要求不能中断民主选举。 在乌南地区水烟欺均,不战而胜,绝对是拜登和泽连斯基家分享。 同样,这对普京会造成政治减分。 或许是苏联在天有灵,这座大坝顶住了这次爆炸,俄罗斯还有挽回的机会。 我个人相信,凶手当晚决定行动时,他的目标就是溃坝。 现在当务之急是安置民众和修复大坝,但在战乱之地想要修复大坝,弹劾容易。 基建狂魔来了也没有用。 这起灾难还会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乌南产粮区的灌溉用水将面临威胁。 如果乌南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必然会严重冲击到全球粮食供应体系,导致粮价飞涨,尤其是非洲地区将成最大受害者。 那么,凶手的目标是不是还包括粮食和粮价? 6月7日,又传出一则可怕的消息,凶手也是针对乌克兰最基本的民生设施。 当天,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破坏分子炸毁了位于哈尔科夫州的陶里亚地奥德萨伊安输送管道,造成平民受伤。 乌方则表示,该管道是被俄军炸毁的。 哈尔科夫州一直由乌军控制,这件事又成了罗生门。 然而,这条液安输送管道是乌克兰农业生产的生命线,如果它被中断,乌克兰最主要的农业区的化肥供应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爆炸现场看,烟雾弥漫在树木之中,液安废点为零下33度,当它出现在空气中时,周遭气温会突然降低,所以画面中树叶变成了黄色。 氨气会灼伤人类的皮肤、眼睛、呼吸器官黏膜,还会引起肺肿胀,以致死亡。 现场已有一名乌军士兵遇难。 这次液安输送管道在哈尔科夫一段被爆后,之所以没有释放出大量氨气,是因为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就已经停止了液安输送。 不过,管道内还有不少液安存在。 哈尔科夫管线被炸后,接下来就算国际社会帮俄乌谈判成功,液安也无法立刻输送。 这是跟北溪管道被炸很相似,就是有人用物理手段断绝俄乌谈判的可能。 陶利亚地·奥德萨叶安输送管道,建于1978年,1979年10月首次投入使用,1981年全部投产。 陶利亚地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苏共以他命名是为了向他致敬。 管道全长2470公里,从俄罗斯陶利亚地延伸至乌克兰奥德萨等三个黑海港口,是全世界上最长的叶安管道,产能可达250万吨每年。 苏联通过这条管道输送的安器生产化肥,足够种植养活4500万多人的庄稼。 在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可以通过这条管道从奥德萨港将化肥出口到世界各地赚取外汇。 但实际上乌克兰才是最大受益者,苏共就是为了确保乌克兰农业生产而设计了如此长的一条穿越乌克兰的液安管道。 乌克兰各地可以利用管道中的29个分配站得到液安,在存到特质容器当中用来给农田施肥。 苏联解体,俄乌分加后,乌克兰化学输安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安器输送公司就变成了商业合作模式。 由于陶里亚地、奥德萨管道对于乌克兰的特殊重要性,因此,只要乌克兰方面按时付款、优惠价,并允许俄公司通过奥德萨港出口,那么双方就可以一直合作下去。 哪怕在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管道也没有中断。 但去年冲突一爆发,泽连斯基就不允许液安从奥德萨港进入黑海,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履行商业协议,但被拒绝,于是俄方关闭了液安输送阀门。 乌克兰现在说是俄罗斯炸的,但阀门在俄罗斯手里,他要断绝液安进入乌克兰这一侧的管道,俄罗斯永久关闭阀门不就行了? 废着劲干嘛?乌克兰撑了一年之后,他的农民们也受不了,原本廉价而大量的化肥供应成了大问题了。 今年在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协调下,俄总算是达成了黑海运粮协议,但乌克兰仍然拒绝解决液安从奥德萨港进入黑海问题。 5月18日协议到期后,俄罗斯再次要求将液安转口问题明确地纳入协议,否则俄方拒绝延长协议事件。 6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乌克兰、俄罗斯和土耳其三方进行协商,解决液安转口问题,但在五大善人当中美英态度消极。 结果谈判刚刚要启动,陶里亚地、奥德萨管道居然被人给炸了。 这两件事,一件是关农田灌溉,另一件事是关农田施肥。 连续爆炸,这真的是巧合吗? 合起来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乌克兰产粮区。 所以,我说从军事角度分析水电站被炸一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类文章越多,舆论烟雾越浓。 实际上,这两起爆炸事件的最大受害人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换句话说,凶手根本不在乎俄罗斯和乌克兰。 美国人说过,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粮食,你就控制了全人类。 这帮赌徒哪里是在捍卫什么价值观? 他们行凶的重大目标之一就是要控制国际粮食供应和国际粮价。 虽然凶手这次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但他们绝不会罢休。 善良的人们一定要警惕,绝不能高估这帮疯子的道德底线。 去年,西方不是经常指责中国囤粮太多吗? 好笑,我们未雨绸缪,他们为什么要生气? 俄乌冲突局势越来越复杂,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护自己的粮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